我们做几个解方程组的问题 在这个视频中我们会遇到无解的方程组 或者无限多解的方程组 我们会给它们用名字标注出来 开始这里有3x-4y等于13 方程组中的另一个方程是 y等于-3x-y 首先 这是种奇怪的形式 我要把它画成标准形式 或许能消掉什么 把上面的方程重写一下 这是3x-4y等于13 把下面这个方程重写一下 如果两边加上2y 方程两边都减去外 如果方程两边都减去外 就变成了0等于-3x-2y 或-3x-2y等于0 写到这里 看起来不错 因为这有一个-3x 这是正3x 看来很适合消掉 这是-3x-2y等于0 这个方程的左边加上 这个黄色方程的左边 黄色方程的右边加0 实际上是两边都加0 我们把两边都加了相同的部分 这对方程来讲一直都是可行的 所以左边这个3x和这个3x消掉了 就剩下了-4y-2y 所以-6y等于13 两边同时除-6 就得到y等于-6分之13 现在来求x 我们可以用任意一个方程求出x 被6去 我们用上面这个 所以3x-4x 3x-4乘以-6分之13等于13 这里复数乘复数 得到一个正数 然后-6分之4就是3分之2 这就变成了3x加2乘以13 等于26除3 等于13 我不写13 因为我要两边减去3分之26 我们把13写成3分之39 39除3是13 所以两边减去3分之26 所以左边变成了3x 这些消掉了 等于39-26等于13 3分之13 然后我们要两边除3 你们也可以看成 两边乘以3分之1 左边就剩下了x 右边x等于9分之13 所以这个方程组 有了个很好的确定解 解是x等于9分之13 y等于-6分之13 只有一个解 如果把这看成直线 这两条直线交于确定一点 有一个确定解的方程组 被叫做相容方程组 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 都是相容方程组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 不那么相容的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 5x-4y等于1 还有-10x加8y 等于-30 同样的我试着消源 因为这是-10x 这里有5x 如果我把上面的方程乘以2 就得到10x-8y 等于2对吧 这只是两边乘2 如果把左边相加 就得到0x加0y等于-28 实际上是0等于-28 这太疯狂了 我知道这不成立 不可能是对的 这是矛盾的说法 这是个古外的描述 这是因为方程组无解 当你们解方程组 怎么做都没关系 不管是代换还是消源 就像我做的 当你们得到一个 0等于-28 或5等于7 或两个数显然不相等的方程 当它们相等 才能让方程成立时 我们把这叫做 不相容方程组 这是无解的 两个方程都无解 是什么意思 我把图画出来 我认为你们已经 能很好地理解 我说的无解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方程组是 5x-4y等于1 我把这画成斜结实方程 如果两边减去5x 就得到-4y等于-5x加1 如果两边除-4 就得到y等于-5分之4x-1 减1-4分之1对吧 1除以-4 这是第一个方程 在这里 是斜结实 现在我把第二个方程 画成斜结实 这是-4x加8y等于-30 两边加10x 就得到8y等于10x-30 两边除8 就得到y等于8分之10 也就是4分之5 4x 4分之5x-8分之30 8分之30 也就是4分之15 实际上我做错了 当方程两边除-4 -5除-4等于 正4分之5 不应该是负的 差一点犯大错 所以这里不应该是负数 然后1除-4等于-4分之1 回到这两个方程 你们注意到了什么 当把它们画成斜结实方程时 它们的斜率是相同的 但外结距是不同 所以图像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我画出来 这是y轴 这是x轴 这个方程它的外结距是0-4分之1 好像就是这个点 向上斜率是-4分之5x略大于1 这是1.25x 每向右1就向上1.25 所以这条线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只是大概画画 想让你们了解意思 这就是直线看起来的样子 现在这条直线 它的外结距是-4分之15 4分之15是多少 3又4分之3 所以如果这是-4分之1 它的外结距就在下面某个地方 用同样的颜色在下面某个地方 我把外轴画下来 这应该是-4分之15 但是它们的斜率恰好相同 每向右移动1 就向上移动5分之4 所以它们的斜率完全相同 关于这两条线 你们发现了什么 它们是平行的 它们有相同的斜率 不同的外结距 所以它们不会相交 这两条线不会相交 这就是说坐标平面上 在xy平面上没有 同时满足这两个方程的点 记住这条直线代表了所有的 满足这个方程的点 这条直线代表了 所有满足这个方程的点 注意没有一个点 能满足这两个方程 没有焦点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不相容方程组 再做一题 这里有4x加5y等于0 这是3x等于6y加4.5 实际上我们来做一个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想给你们展示的 有可能遇到的不同的方程组 把这儿清理掉 我们设第一个方程是 3x-7y等于1 方程组中的另一个方程是 -6x加14y等于-2 我们来试着找出 满足这些方程的x和y 为了改变一下 我们用代换法 尽管这一题用消源很合适 用代换法 这是3x 我们把x表示出来 我们还是用消源法吧 因为这一题太适合消源了 我们这样做 上面这个方程乘以2 得到了什么 得到6x-14y等于2对吧 我只是把两边的每一部分都乘以2 现在我们把左边的相加 就是0加0 在右边也得到0 所以0等于0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这种方程组 被叫做从属方程组 所以记住 当求出一个简洁的解 这就是相容方程组 当得到一个错误的解 比如0等于1 这个就是不相容方程组 这个的意思是直线平行 当求得0等于0 1等于1 或者像别的这样的式子 这个就是从属方程组 它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式子表示的相同的直线 即使它们看起来有点不同 为了验证这个 我们都把它们画成斜结式方程 上面这个3x-7y等于1 两边减去3x 就得到-7y等于-3x加1 现在两边除以-7 就得到y等于7分之3x-7分之1 这是第一个方程 现在我们把第二个方程写成斜结式 -6x加14y等于-2 方程两边加6x 就得到14y等于6x-2 方程两边除14 就得到y等于14分之6x-2 这也就是 14分之6也就是 7分之3x-7分之1 注意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方程 如果要找满这个两个方程的解 我们想一下把图画出来 如果这是坐标平面 这就是外轴 这是x轴 图像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把它粗略地画出来 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写率是7分之3 这条直线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条直线看起来肯定也是这样的 它们是同一条直线 所以当你们说 同时满足这两个方程的x和y是什么 就是这条直线上的 每个x和y 就是这些x和y 这个点和这个点 这个点 解有无穷多个 当我们用从属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因为你们可以用一个方程推导出另一个 方程相互依赖 你们可以缩放一个 然后重新排列 它们是相同的 所以这里有无限多解 每个满足一条直线的点都满足另一条 你们只要找到一个 当x等于1 就得到7分之3 减7分之1 等于2分之7 所以 1 7分之2满足这两个方程 如果让x等于0 0-7分之1满足这两个方程 你们可以找出无限多个x的值 解除外 这些坐标都满足这两个方程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只是从一般情况开始 当你们得出一个确定的解 这些直线实际交于一点 当你们解一个方程组 算出一个明显的错误方程时 0-28肯定是错的 这就是不相容方程组 它没有解 这就是说这两条线是平行的 它们不会相交 最后 如果你们得到一个等红的式子 非常正确的式子 这就是重属方程组 这两个方程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你们可以通过求 斜结式来验证 这两个方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